你要不要一起玩啊 你要不要一起玩啊 那我们就先来看避罩杯的衣乳上身效果吧 避罩杯衣乳的话整体会比较日常一些 外出的话也不会非常补 可以选择的衣服款式也会比较日常 那如果是你 你会喜欢避罩杯的衣乳吗 当然搭配这样的高领衣服也是可以很好的遮挡衣乳的边缘 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很容易被发现 接下来展示的是避罩杯的衣乳 可以看到胸围的大小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相对于避罩杯来说 避罩杯会更有意味一些 对于COS也会更加合适 因为可以驾驭一些普通的大胸角色 当然喜好完全看个人 同样的边缘缝隙可以通过衣服或者简单去遮挡 增加易如的真实性 最后这一款是避罩杯的衣乳 在视频里看着和避罩杯差别是只有一点 多了一丝丝小妈的味道 相对来说也更有韵味一些 同样的大胸会让人看起来壮实一些 挡住边缘缝隙的话 看起来也会很逼真 在日常外出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 只是可能会被别人盯着看 因为真的挺大了 那么这三个易入你喜欢什么罩杯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们出来 好了 那这就是今天小帅的办公室装机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